都还没到夏天,供电就开始不太稳定了嘛 周二下午到晚上,桃园发生了多区停电 影响超过了一万六千多户,让民众相当的困扰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解释 是因为电缆线故障,现在的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但部长也说因为零四零三地震影响 部分机组还在碎修 因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做好准备 弱大的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却没有耗制灯可以依循 只能依靠人工指挥交通 一旁的大楼也是黑灯瞎火的 这里是桃园最繁华的一文特区 不是不开灯,而是根本没电可用 担心晚上睡觉睡不着 冷气没有开的话,就不用睡了 按很久没有这样按过 整个停电没有这样,很久没有碰到这样了 从周二下午开始,桃园多个行政区陆续发生停电 加总起来影响超过一万六千多户 确实引发不少民怨 上梁不正下梁不正下梁不正 这个能源政策在蔡英文八年之内 放不相走版 电缆线故障导致停电台电紧急抢修 接下来又将迎来夏季用电高峰 金长王美花针对桃园停电亲自致歉 电缆线的故障的修复要花一点时间 让这么多户的停电也要在这边特别致歉 只是准院长卓榮太太说 新内阁首要任务是稳定供电 看守内阁却在用电频频出状况 15号傍晚台电才因为四部重要发电机组 先后密集跳机 被台湾插点大停电,如今桃园又出包 花林地震的关系确实台电的有些机组受到影响 目前的机组也陆续都回来了 所以现在的供应没有问题 税收的机组有一些是到5月才会回来 520新内阁即将上任 未来新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恐怕第一个命令的难题就是确保供电无余 记者林住相林陈志 沙瑞生桃园台北采访报道